相对就比黑龙江吉林人活泛一些 有那么句话吗 这辽宁间龙江虎中间夹二百五 啥意思呢 这辽宁人呢聪明一些 黑龙江人又挺愣啊 吉林人呢 做事呢 往南看看辽宁 往北看看黑龙江 稀里糊涂 生活上也无所谓 所以叫中间夹二百五 这没有任何贬低吉林人的意思 你听着骨子里头就透出那么一种群线 这也是东北一个特点 咱们可以随时的说别人两句 但也能允许别人说你 甚至咱自个儿糟蹋两句 有什么东北老爷们怕什么的 又说不坏是吧 所以你看东北人这个性格特征啊 他很有意思 你好多人说东北人什么豪爽啊 热情啊 大方啊 幽默 咱们今天就给大伙结合 地域文化 咱说说东北人的性格特征是怎么来的 你比方咱们说 都说东北人豪爽 大方 热情 时尚 这个最能体现在什么上 吃饭 你比方说招待客人 咱们就要招待钱 哎 你上来咱都得先说 作为主人吃好喝好啊 喝好吃好啊 连家里头有的时候女主人上来劝你 你都不见得能受了 哎 你看你们来了 头一回进家门 嫂子我不会坐上 反正这几个菜了 凉水温成热水 这片心我得表表 来嫂敬你们各位一杯 这我都干了 你们随便 你说你不喝好意思呢 所以这东北人这种豪爽 无论男女 他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吃完喝完了还得问 那没吃多少呢 你看这生吃老鞋东西 你看 他怕你吃不好喝不好 你看劝酒更典型 咱们外不喝好 内不干倒 就是你不管谁坐到这 他实心实意地让你多喝点 所以有那么句话 叫宁学喝酒意 不学下棋心 啥意思 喝酒都盼你喝多了 多喝点 也是为你好 下棋可不是 都憋着坏 我得要赢你 所以说这喝酒呢 体现东北人豪爽 你看喝酒 劝酒那话啊 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浅一天 感情铁喝吐血 当然也有宽容的 只要感情再喝啥都不算赖 只要感情有饮料也是酒 你就听这些话 东北科里边 骨子里就透出那么种豪爽之气 为啥劝酒呢 这有来历 酒是粮食精吗 这这粮食酿造 过去缺粮食 那酒更舍不得客人来了 好东西拿出香给客人 所以这是劝酒的来历 就透着 咱们那么这一心替别人着想 希望能跟别人搞好这关系 有这种交情 所以豪爽 大风 热情 时尚 而且这种时尚啊 不光是说我一心对别人 东北人还有这特点 也以为别人会一心对我 其实有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的 你看有一年春晚上 魏吉安 王小娟 郭东霖 仨人演个小品 叫时尚 其实人家就是特别人 有 有 有 光说有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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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对别人时尚 他也以为 别人对他也时尚 其实现代社会复杂了 跟过去不一样 那么说东北人这个豪爽 热情大方时尚 从哪来的呢 东北人性格豪爽 热情大方 时尚好客 这是全国公认的东北性格 那东北人这种共有的性格 是如何形成的 东北人身上又有哪些固有的性格缺点呢 这得说给逼出来 怎么给逼出来 闯关东 因为东北人历史上都是闯关东过来的 这说起来呢 大清 1644年入关 这大清王朝 明朝灭亡了 清起来了 关外呢 这是满族的发乡之地 所以说对这个人口呢 对汉民族进到关外 严格控制 怕把这个满族龙脉给弄断了 这个咱们看陆顶地的小说写过 结果造成什么情况呢 你比方说到了大清同志年间 整个关外多少人呢 在级人口五千五百人 说关里呢 你就说山东 你又整个多少人 75万人 你琢磨琢磨这个人口反差得多大 一赶上大荒年了 坏了 75万山东人 搁什么养活呀 有的人就说了 关外黑土地养人 地广人稀 道成饿不死啊 不少人冒着危险 就为什么说冒着危险 闯关东 闯关东 你合法的能叫闯关东吗 当时清政府不让 但那挡不住要活命的人 那乌洋洋就往关外去 所以这是闯关东 持续二百多年 一个最重要理由 这块灾荒 就得到关外 说黑土地养人能活命 可是闯关东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 当时两条照 陆路和水路 水路咱们有朋友看那个电视剧 闯关东知道 从烟台出海 最后到旅顺 沿道走三天 在水路上走 那大海 波海大风大浪的 随时有生命危险 而且这个闯关东高潮的时候 1900年前后 那是正赶日俄战争 一个炮弹过来 整船人就完蛋了 所以水路风险特别大 有的人走陆路 就奔锦州 从山洋关这里边过去 可是陆路这一道 都走好长时间 你要是道上人 我缺一口吃的 我给你 你缺一口吃的 你给我 反正不是这样的话 连山东都出不去 咱们看传关东里边 就在船上走水路时候 那不是最后那个 呃 做生意那先生 眼看身体就不行了 就要饿死了 完了这个 闻他娘呢 让自己三人的船姐 给他口气安兵 把他救活了 就你不这样帮扶的话 那死的人更多 当时传关东路上死老人了 能到东北呢 都是体格好的 但是这个沿路呢 你帮我 我帮你 形成了互帮互助的这种习惯 所以你这有危难 我说给你 那等到自个儿有难 说人家也帮他 所以你不要以为豪爽热情大方 那是完全无私的 他这里有点交换的味道 就是我日子不行的时候 你帮我 那么到你日子不行 所以我才能帮你 要我日子不行 你理我都不理我 那你早晚有一天不行 你谁帮你 就是经济不发达 生活很贫困 谁都有遭难那一天 需要别人帮 这就叫天下能有心连心 穷不帮穷谁照 你等到了东北更是如此 那地也不是随便种的 虽然说这个地广人稀 但你种地 你也得从基层干起 一点一点的 东北天寒地冻的 也都有一个为难的时候 所以这时候 如果你不去帮人家去 等到你不行 所以人家也不会帮你 所以这里头有那么点交换的味道 所以你记住任何一个地方性格形成 它绝不就是积极因素造成的 也都有一些反面的消极因素 而且这个豪爽大方 在我看的 它有局限 你进去东北一家人那道 有好多展现东北人豪爽大方的地方 可是你琢磨琢磨 东北一家人 他最后那首歌唱的 阿门江就是你的家 你来不来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你办不办 你听着挺好 为啥咱现在俩人都穷 我们家就你家 来吧 咱一块凑凑都活去了 可有照一日呢 你看 我们家就是你的家 他对你很热情吗 哪天他又不行了 他又要求你回报 可能报回报就过分了 你的家就我的家了 你的钱就我的钱了 你的媳妇就落套了 所以你细想想 我们家就是你家 这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 跟现在的发达的经济社会有点不相违和了 你也有你的空间 我有我的空间 你有你私有财产 我有我私有财产 很难办 这就像什么呢 咱都住平房 都穷 我家包饺子给你送点 你家整个窝头给我点 哎 互相这么往来 你最起码说这种豪爽热情 会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就有个弊端 他对你特热情 这是俩人好的时候 一旦翻脸 不少东北人翻脸不认人 你这就是个弊端吗 你说南方人对你挺冷的 可是人对你也没啥伤害 各干各的 各算计各的 别互相之间弄得你中有我中有你 最后利益上参加不清 所以我说这里头有利有弊 你大伙咱们作为东北人自个儿也得琢磨琢磨 咱们身上这些毛病有没有 但是东北人有一点 确实从打东北人这个 可以说群落产生以来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幽默 东北人这个幽默 我跟大伙说实在 那可是其他地方赶不上 有人说你怎么认为 你看赵本山多年小片王 不光他一个 有人说那中立不过代表上岗人 郭德纲代表天军人家也幽默 你再看看黄红 潘长江 龚汉林 就是东北人在搞笑这方面 多年来春晚的小品王都东北人得的 而且春晚好笑的小品大多数是东北人创造的 连作者好多人 像何庆坤 崔凯 这都东北人 所以东北人在幽默这方面没得比 确实在这方面很了不得 而且东北人这种幽默 是骨子里的 这是一种真正的幽默意识 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说北京人天津人 有时候 幽默 正是嘲笑对方 拿对方开玩笑 东北人幽默有个特点 我在嘲笑你同时 把我自己也骂下去 显得就那么和气 没拿自个当回事 那么说东北人这些幽默都从哪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出了三海关 全看赵本山 赵本山让东北安人传 勃遍全国 更是把东北人幽默的一面 淋漓的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那东北人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 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再可以从头给大伙分析分析 东北人幽默主要是天寒地冻带来的 你看一个是 生活当中 东北这土地黑土地养人 重视点滑了滑了就饿不死 资源也丰富 棒打袍子 飘咬鱼 野鸡飞行饭锅里 资源丰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基本上吃不愁你饿不死 东北民哥大便那一甩 嘎嘎的响 说这个 火拉拉的心辣 火拉拉的情 火拉拉的小辣椒 他套着心里好 火拉拉的眼睛会说话 哎火拉拉的咬不下招人疼 火拉拉的表演全都知道 火拉拉的发达师请你多批评 下一个组合有火拉拉的我 失败了发达师我得骑到井儿呢 你再听西北民哥哥哥揍西库 小妹妹实在挽留 凄惨的够可以 你这是够吃够喝吧 那完事呢 你一年当中 有那么句话 一个月过年 两个月耍钱 三个月中 历六个月干险 得有六个月闲着的 大冬天呢 天寒地冬你出不去啊 所以你饿不死 但是你想 再有太大发展 在这个环境也难 半年是冬天 猫东躲到炕头出不去 所以你想想 有能力也使不出来 是龙得趴着 是虎得握着 这么漫长冬天 怎么打翻 你不能天天窝到这 那不人闷死了吗 哎 互相之间扯着蛋 哎 比方在炕头上 喝点小酒 互相开个玩笑 指着你 你个大不算父 多穿二十步 一样分棉 你得做个薄面枯 我笑话你 个小不算省 你也就这路种 一样看大戏 你们得往前拱吗 你看 你开我的玩笑 我开你的玩笑 这个时候 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愉快 很快就没了 把这闲工夫就打过去了 慢慢长夜 慢慢的东晋 由此度过去 而且这个时候 每个人 谁也不比谁强多少 互相之间嘲笑过程当中 再把自个儿骂进去 哎